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王一博资讯 如果要从当今娱乐圈的年轻人中 挑一个当之无愧的卷王 那我除了王一博就想不起第二个人 王一博从23年8月开始 就与成尔导演一起旁听侯克明教授的大师课 侯克明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在电影《无名》播出时就给予过王一博高度评价 艺术是相通的 王一博身上有着袍根问底的钻研精神 作为演员不光邀请专业领域的名师学习表演技巧 更是从电影艺术的本质出发 去了解一部电影诞生的过程 从幕后到台前挖掘电影的本质 此前 王一博就连续两年到乌镇戏剧节刷片 而在《经济奖王一博》专访中我们了解到 他一直有和成尔导演一起拉片 其中步伐 教父 三部曲 低俗小说 无耻混蛋 等经典影片 王一博还会根据所学知识去分析镜头 划分镜 如今的王一博年纪轻轻 不仅在表演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还在音乐 舞蹈等领域展现出了非凡的天赋 生活中还是一名运动达人 这正是因为他始终保持着对学习的热爱和渴望 不断地拓展自己的才华边界 王一博的勤奋是出了名的 他深知 要想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中立足 唯有不断地努力和付出 无论是拍戏 练舞还是学习新知识 他总是全情投入 力求做到最好 这种对工作的敬重和对自己的高要求 让王一博在业界赢得了极高的评价 正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 学习从来没有固定的场所 也不限定在单一科目 学习从来不仅是为了应试 更是为了在实际生活中创造个人价值 成功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优秀的人会在任何环境下 都抱着谦逊学习的心态 取人之所长 很多人在评论王一博时 会用到精英教育这个词 说的是等他遇到感兴趣想要学习的 就会找到最专业最权威的老师来教他 喜欢街舞就邀请各个舞众的世界冠军合作 喜欢摩托车就去拜亚马哈最速车手李正彭为师 喜欢滑板就去请教中国滑板领军人物韩敏捷 面对表演他更是不含糊 不仅邀请上戏老师一对一授课 还有金鸡奖最佳导演成尔亲自带着拉片 近期又上了侯克明教授的大师课 同时 他身上展现出的天赋正是每一位老师最愿意看到的 他像一块小海绵一样不断汲取养分 无论是与导演成尔的合作 还是与侯克明教授的交流 他都是之为宝贵的学习机会 这种专注用心的学习态度 让王一博在不断进步的同时 也为自己积累了丰富的人脉资源 回顾王一博的成长历程 我们不难发现 他之所以能够在各个领域都获得大神级人物的指导 并非偶然 这背后是他对学习的热爱 对工作的敬重以及对天赋的珍惜 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的品质和持续的努力 才让王一博在娱乐圈中走得如此稳健和远大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 本频道专注王一博作品 资讯与综艺 一起为宝藏偶像打扣